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约暗杀 二约革命 暗杀虽个人而可为 革命非群力即不孝 今日之时代 非革命之时代乃暗杀之时代也 所以啊 五月不动脑筋 于是他就选择了拿出国考察宪政的武大臣开刀 对啊 他在遗嘱意见书中指出 立宪之声萧然遍天下 以挂物国民者 是宝皇慧人为之常 他认为立宪绝不能救亡 只有采取非常之手段 才能进步 于是他决定 宁愿牺牲一己之肉体 以剪除 此考求宪政之武大臣 吴越是悲壮的烈士 但是他选择的暗杀行为 则是不可取的 我坚决反对先生的看法 再说了 吴越烈士知行合一 令我钦佩 他认为 不有雷霆震撼之威 跋山盖世之气 不足以旋转乾坤 而警觉我同胞之梦魇 先生您听听 他说得是多么好 您再看看他的行为 又是何等地壮怀激烈 我认为 他应当是一切革命者的英雄楷模 天皇 我坦率地说 我历来不赞成暗杀这种事情 因为暗杀只能解一时之快 它绝不能动摇 清朝政府的根基 如果我们革命党 提倡这种暗杀之道 那我们的革命 就一定会走上意图 如果我们革命党 提倡暗杀之道 那我们的革命 就会走上意图 我敢断言 吴越采取的这种暗杀行为 会给我们在日本的革命活动 造成影响 这里是二十世纪支纳编辑部吗 你们干什么 天皇 我来 我来 请问有什么事吗 这是你们第二期的内容 有被我国政府的规定 立即查封 您看啊 您这是二十世纪支支纳 您再看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是民报编辑部 不是一回事 他们已经走了 赵明 去把那个牌子给拿过来 好 你看 二十世纪支支纳编辑部 我们把他们的牌子都给拿下来了 这是为什么 他们没钱 办不下去了 没钱 这是谁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民报的老板 叫什么名字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 孙中山 通知你们老板 他的眼睛被取消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能取消呢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放开我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命令 请你们好好配合 摘下来 走 他们这帮人们太不像了 同志们 你们来 你们想 日本警察突然造访 中山先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公启军 贵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着 将我孙文去除出境 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已经证明 中国驻日使馆已经向贵国政府提出 将我孙文去除出日本的请求 你看哪 我想你的推论是对的 是的 那你说他们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是 如果抄出有价值的东西 尤其是孙仲善的重要文件 我们朝廷必有重赏 是 搜 尤其这个时候绝不同妥协 对对对 这么快呢 先生怎么还没到 你们别管我 赶紧进去给我搜 快点儿 何妨盗贼 攻其银葬在此 你 滚 阿芬怎么样 他们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 他们想抢先生的记要文件 一线 刚才那个中国人好像是你们驻日使馆的 这都不是孤立的事件 你们想我孙文是个被通缉的人 现在清朝政府要杀我的头 那进屋吧 嗯 我们这个刚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啊 要迎难而上 一定要把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 和创建共和的革命进行到底 请客家给我们讲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 好 根据行事的需要 中山先生和黎仲实同志要去南洋 一是在华侨中建立同盟会 再是向爱国的华侨募捐 我近期也要离日回国 在梁广一带寻找举翼的战机 那么留下的同志 除了发展同盟会员 扩大革命的影响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齐心协力 办好民报 把康梁长期散布的保皇谬论 彻底批倒 我呢就要去南洋了 先前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这个袁世凯啊 他一定会在吴越暗杀武大臣这件事上 大做文章 他会利用外交手段 由日本政府出面 把主要矛头对准我们刚刚成立的 中国同盟会 谷语说得好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先生请放心 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些推翻地制 创建共和的革命者 多数自认为先知先知 大致大勇 于是难以统一 我们还是要以革命大局为重啊 先生讲的大局就是团结 我们湖南有首民歌唱得特别好 一根竹子容易弯 十根筷子折断难 所以我希望诸位 都能够记住先生的话 一顿竞其他都能够记住 我 doubt 你这期节目就会是肯服肯服肯定了 我论івверje 您啊 请坐 请坐 好 好 客厅 上茶 给你徐伯父 其他最爱喝的茉莉花茶 是 老兄啊 最近可好啊 好 袁大人 我承报的文稿您看过了吗 不再一次向你证告 以后你我私下相见的时候 最好是称重道地 刚不准把我这个蒙弟 称作为大人 主 再说 蒙兄写来的秘箭 蒙弟岂娘不堪了 月后有何批评哪 太好了 你想啊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赵品军在老兄的领导下 偌大的一个京城 就组建了一支巡警部队 了不起啊 快 你想想看 什么载风啊 铁梁啊 还有那些新老权贵呗 他们的活动 全掌控在咱们的手心里 对吧 你是功不可没呀 这件事情证明了一个道理 达护尚须 亲兄弟呀 老弟呀 大主意还是你拿 我们呢 就办具体的事 他孙中山 真的离开日本了吗 真的离开了 这消息千真万确的 蒙兄啊 接下来我们将如何对付 在东京城里的中国同盟会呢 这也是我此次来天津 找你的原因之一呀 这次在东京城里的 中国同盟会里面的会员 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啊 他们都是些 才高志族的大秀才 这件事情 我也想了很久了 可也没想出 对付他们的万全之策 蒙弟 你有什么高招啊 你 兄弟不猜啊 我卸了一样东西你看看 不知道行不行啊 你 老熊啊 怎么不说话啊 你这个蒙兄 对我这个蒙弟 还有大埋伏啊 说实话 我是不无担心哪 那你就把担心的话 都说出来吧 你的锦囊妙计就是一句话 让我们成事而上 内外结合 一举击垮在东京新城里的 中国同盟会 对 所谓成事而上 就是利用孙中山 不在日本时 造成群龙无首之势 所谓内外结合 就是通过外交途径 让日本政府驱赶在东京的 中国激进青年 完全正确 老熊只要做好乘势而上 内外结合这八个字的文章 在东京新成立的同盟会 就不攻自破了 就不攻自破了 恰在这时 日俄合约签字 作为清朝全权大臣之一的 袁世凯加进了与日本的勾结 不久 日本文部省正式颁布了 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司立学校归程 事称取缔为责 日本各家报纸 也连篇累读地发表了 诋毁谩骂中国留学生的言论 同志们 这两份报纸大家都看了 日本的报纸在连篇累读地 攻击我们中国留学生 情况非常严重 因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我们的中国留学生 已经分裂为两派 现在情况怎么样 以主张罢课归国的留学生 组成了联合会 以主张上课 反对归国的留学生 组织了维持留学界统治会 由此 一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爆发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 中国留学生分裂成两派 一时打得不可开交 陈天华 邱锦等人 陷入了痛苦之中 画公须画云中楼 为人须为人中修 豪杰修武草木府 怀抱岂为常人痛 邱锦大姐 天华兄 你来了 你流泪了 我隔着大海 默默地对祖国说 光复一世 不可一日还 男子死于谋光复者 时有所闻 自唐财长后 若审尽 使奸如 五月诸君子 不发其人 可是女子呢 却从来没有过 这实在是我们女子的耻辱啊 你有何打算呢 我愿与大家一起革命 秋锦大姐 我愿做一名 祭唐财长 吴越的后死者 与你共勉 天华兄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是的 你应该知道 日本俄国在我国东北 发动的日俄战争吧 知道 自去年日本舰队 在吕顺口突然对俄国海军 发动袭击开始 两个强盗国家 就把我国东北 变成了他们的战场 打了一年多的时间 是啊 仅沈阳一战 俄国投入兵力三十三万 日本投入二十七万 结果 俄军伤亡八万九千人 日军死伤七万一千人 另外 还伤及数万无辜的中国难民 更可气的是 慈禧太后居然 命令张作霖 对日俄两个强盗国家 在我国大地上开战 保持中立 天理何在呀 在普斯茅斯条约签订之后 俄国就把 吕大租借地 长春至大连的铁路 转让给了日本人了 这就是卖国图存 无情镇压中国老百姓的 大清王朝 天皇 天皇到底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我们的祖国 解决我们可怜的老百姓 这正是我最痛苦的 我恨不得朕必一呼 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都拿起土枪 缩标 推翻清政府 赶走所有的侵略者 说得好 说得好 秋锦大姐 你认识一个叫胡道南的留学生吗 认识 他是我们浙江的留学生 怎么了 秋锦你看这个 这个胡道南 他每天去新宿看异级表演 彻夜嫖妓 令人发指的是竟买假文凭 今天朝日新闻头版看出 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励 这个胡道南 真是留学生中的败类 我这就去找他 专大人 我敬你 好 刀男同学啊 朝廷对你近期的工作 很满意 谢钟大人 请钟大人示娱 我代表驻日公使告诉你 凡是反叛朝廷的人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只要是为朝廷尽忠 那是绝对没有亏持的 谢钟大人提醒 我一定和那些 反叛朝廷的逆党分子 一刀两断 不 你还要和他们 尤其是留在东京的陈天华 宋教人 囚禁这些人交朋友 交朋友 对 为什么 把他们的核心机密 搞到手 嗯 我明白了 请仲大人放心 从这个月开始 公使馆每月为你提供 双倍的活动经费 如有需要 你可以随时申请 你干吗给我提的行不撕的 我就是撕了 谁让你撕了 我就是 谁让你撕的 我就是 怎么了 打 打 打呀 还敢反对我们回国 打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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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 丘姐同学 同学 谁是你同学 你配成同学吗你 你看一下 这报纸上写的这些卑鄙下流的无耻行为 你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耻辱 胡道南 我警告你 如果你还敢买假文凭 还敢挑动同学之间争斗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干啥呢 是是是 来 念念 怎么想办呢 你和道南 因此业佛礼物学生 道南 还没假 你呀 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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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收拾你 区区留学公费 就忘了爱国革命的天职 我们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吗 同学们是卖国行为 像我们这样的感觉 还不自小诱 是叫什么 不能和同流合污吗 不能这样 就是真正的区区的中世同学 就忘了爱国 不能回去 同学们 不要再吵了 你们这些新闻说的 这些新闻都是同学的 我们这些推翻帝制 创建共和的革命者呢 大多数都自认为是 先知先觉 大智大弱 因此 遇事各有见解 难以统一 怎么办呢 要以革命大局为重吗 钟山先生 你真的把我们这些 自以为是的 先知先觉看透了呀 逼人心痛日人骂我们 放纵卑劣之言 与我同胞实实勿忘辞语 立除此次 而作此四字之反面 而作此四字之反面 坚韧奉公 力学爱国 恐同胞之不见听 而获忘之 故以身头东海 为诸君之纪念 诸君而念及彼人也 则勿忘彼人 今日所言 则勿忘彼人 瓜分斗铺逼人来 同肿沉沦 聚可哀 太西神州金去矣 劝军蒙醒 获徘徊 获徘徊 读书的放了笔 耕田的放了篱笔 做生意的放了执事 做手艺的放了器具 其把刀子磨块 紫药尚足 同饮一杯血酒 呼的呼 喊的喊 万众值钱 杀那洋鬼子 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 他们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 便先把他们杀进 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 便先把贼官杀进 圣旨得到救世之后 杀进仇人狂罢仇 我所最亲爱的同胞 我所最亲爱的同胞 向前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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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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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美式的国仇 杀我新来的大义 杀我未来的发现 杀 杀 杀 死者倒害 生者病狂 我们如果还在去留问题上 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 就势必会影响推翻地制 创建共和的革命 也辜负了中山先生 对我们的一片苦心 我完全赞成丘谨大姐的意见 更严峻的是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不用多久 我们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就会分裂 倒退到中山先生 来日本以前的格局 这是最危险的 秋京大姐 你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必须立即召开同盟会 各省代表会议 在党内 做出更为一致的决议 统一行动 制止分裂 此次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虽说从表面上看 是属于留学生的事 但是从本质上讲 它却反映出 新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尚未建立起领导权威 为此秋景同志建议召开这次会议 我个人认为 是及时的 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还要补充说明 第一 大家要畅所欲言 各输己见 第二 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把 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纳入中国同盟会的 领导之下进行 大家同意吗 我想说几句 我同意秋景大姐的意见 完全同意 同志们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 今天在座的同志 都是我们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成员 什么是骨干 骨干就是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首先想到自己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 自觉地维护中国同盟会的纲领 我们同盟会的纲领大家都很清楚 我在这里想再重复一遍 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如果以这个纲领来反观一下 这次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同志们 目光短浅哪 我们双方都以寻常学生的眼光 来看待这件事 而牺牲了革命的长远利益 我的话讲完了 汉民同志讲得非常好 我非常赞同汉民同志的见解 另外 中山先生从南洋发来电报 他也不赞成留学生归国 汪照明同志 你为什么扣押中山先生的电报 对啊 对啊 为什么扣押中山先生的电报 说清楚啊 为什么 你说明白 你看到了吧 丘警同志 双方的矛盾势如兵探 我认为 就算公布了先生的电报内容 也无济于事吧 你胡说 你胡说 怎么这么说呢 同志们 说这话什么意思 不要激动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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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胡说八道 大家不要激动 安静呀 好不好 静呀 静呀 不要激动 大家都坐下 这真是 怎么能这么说啊 丘警同志 你也请坐吧 照明啊 你先把中山先生的电报 给大家读一下 先生说 大部分留学生如果归国 虽然是出于义愤 但是不符合策略 另外 中山先生还担心 我们这么多同盟会员 大批回国后 很可能被清朝政府一网打尽 因此 他建议我们 留在日本 发展力量 等待有力的时机 大家 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了 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 没有 没有意见 胡云同志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的本意 原以为也是为了革命的发展 既然现在大家都同意先生的意见 我也收回几件 同意党的决议 好 丘警同志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当然同意党的决定 中国人做事 果然虎头蛇尾 我在此提出声明 从此以后 我将不再与留学生共事了 来 丘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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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灰 刀南同学 此次秋锦回国是去婆家湖南 还是回到娘家浙江 当然是浙江 为什么 一 她已经和丈夫离异了 婆家是不会再接纳她的 第二 她在湖南的彭党黄兴不知去向 陈天华倒海四杀 宋教人全且留在日本 她回到湖南是无依无靠啊 浙江也有她的同党吗 有啊 第一个是她的表兄徐熙林 第二个陶成章 第三个 正在西域坐牢的张太炎等人 只要秋锦和这些人勾在一起 浙江省江无宁日 我在国内的时候 听说她还和蔡云培很熟 她和蔡云培再熟 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为什么 蔡云培是出了名的老夫子 有人说她是 文望速龙而短于策略 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 简而言之 具体的事情 她一件也做不成 只是个牌位 我听说你们胡氏家族 在江浙上海一带 也是颇有些人脉的 那是自然 说句不客气的话 宁护杭勇的父母官 都和我父亲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众大人需要我做些什么 一封亲笔信就全了结 这岂不是大财小用了 那众的人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回国 回国 对 你回到上海之后 要广设秘密的耳目 准确地掌握 秋锦徐熙林 陶成章 这些革命党人的行踪 一旦获悉他们 聚重反叛朝廷的情资后 立即向各地的父母官报告 力求一网打尽 事成之后 朝廷必有重赏 在卧地期间 活动经费由你任意支配 我听仲大人的 这帝 京城有什么情况吗 据赵禀军电告 朝廷批准了您的折子 重新委派您的部下 山东不正使上齐亨 顺天府城李盛夺 会同宰泽 端芳 戴洪祠继续出国 考察欧美诸国的宪政 这个考察团还是分两楼进行吗 是的 一路由端芳戴洪祠带队 另一路由崽泽上齐亨李盛夺带队 考察的国家 行了 不用细说了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据说这五位大臣 对立宪一窍不通 都担心回国以后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是料中之事啊 可定啊 你薛伯伯 什么时候来天津啊 下午 下午 蒙弟啊 为了推进新政的步伐 你建议派一些人到日本去 掌握一些熟悉 新政体制的所谓新派秀才 替五位大臣写好考察报告 是这样吧 可是你知道吗 那五位大臣恰好是皇族重臣 他们会让咱们操纵吗 你认为这种清贵重臣 到国外去走马光花地走一趟 他们能写出一个像样的报告吗 当然不能 就你我也是这样啊 别看高喊 郡主立宪 咱们懂得新政的体制吗 可他们回来得向朝廷交差吧 那怎么办呢 咱们替他们写出来一切 他们能不接受吗 这样 他们只好顺着咱们的思路走啦 不是 咱们怎么交这个稿啊 那些真正懂得立宪的文人 多数都是你的政敌 他们肯当你的刀匕首吗 放心吧 他们一定会的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呢 我敢打宝票 不仅我的宿敌梁启超会改弦一辙 就是孙中山最忠诚的弟子 在一定的条件下 也有可能为我所用啊 在河南老家有一句话啊 七六二看唱本 咱们走着瞧 我说王弟呀 那些文人也不是那么好驯服的 所谓学得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 就连孔夫子都要代驾而沽 用文人的一句自嘲的话 这就叫做 脾枝不存 毛将烟腹 蒙弟呀 受为兄一败 你是让我蛰伏的五体头地呀 老兄啊 老兄啊 你看你又来了 你农上来 杨渡先生 贵国宫使馆的人到了 请啊 请他们进来 熊先生 请 老熊 老熊啊 怎么是你啊 没想到 原来杨先生和熊锡灵先生 你们早就认识了 岂止是认识啊 我们是相及同乡啊 当初还因为 违心变法受到朱连 不过他老熊的脑子 逼我灵光啊 现在又跟着熊太后 闹起什么立宪来了 戏子 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 你的嘴 还是这么不饶人哪 来来来 请坐请坐 江山一改秉姓难移啊 你老熊放着 出国考察 宪政的美差不做 大老远跑到东京来干什么 好吧 那我就开门见山 我找你是取经来了 笑话 我杨渡既不是西天的如来 也不是欧美的基督 找我取什么经啊 我是来 向你逃取真经 我哪有什么真经啊 这又不是欧美 我说你这么大的学问家 怎么能出这样的错误呢 还有这烧香进错庙门 拜菩萨找错神位的事啊 熊先生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以公使馆的名义 包一家最正宗的料理店 二位先生边吃边聊取真经的事 好不好 西子 那咱们就 客随主便吧 走 走 熊大人 你尝尝 这家料理的味道怎么样啊 不错 正宗 来 我自从 被五位大人 选为出阳考察宪政的隋缘后 我发现他们最发愁的一件事 就是回来后无人能写成一篇文章 让老佛爷看后说 好 就这么办 为此 我上了一个条陈 说时下的中国只有两个人能做好这篇文章 一个是梁启超 另一个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西子 老兄 老兄 好 算你慧眼食材 不过 我还是要搞清楚 这五位只知皇上不知总统的大臣 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呀 换句话说吧 我是担心他们把这篇鼓吹宪政的文章当羊头 继续贩卖他们坚持地质的狗肉啊 我也坦然告知 我要的是你写的真羊头 我不管 也管不了他们是不是卖狗肉 我得管啊 我不能 让他们把我卖了 我还帮人家数银子 这事我不干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老弟 有什么可琢磨的 老弟不是笃信帝王学吗 再说 你躲在日本 人帝王都见不到 那还不都是空口说废话吗 行啊 老兄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越便越聪明了 句句话都伤我要害啊 我再把话说明白一些 老弟的这篇文章有二用 一 是能解五大臣的燃眉之急 再一个 就是老弟接近帝王的见面礼 同时 使馆还会给杨先生最优惠的待遇 一时三鸟啊 一时三鸟 一时三鸟 这样吧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需要好好斟酌斟酌 老弟 还有什么可斟酌的 杨先生 熊先生说的可句句是肺腑之言哪 好 四年 我得写出三篇 能让你老熊交差的好文章啊 哪三篇文章 第一篇 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第二篇 中国宪政大纲 应该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 第三篇 实施宪政程序 好